很多人在煮大虾的时候都喜欢加水,一加水就大错特错了,加水煮出来的虾肉不鲜嫩,特别的柴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虾肉鲜嫩到入口即化的做法 首先加入一勺食盐来清洗一下大虾,因为大虾在运输过程中可能会添加孔雀食类 所以买回来的虾,我们最好先加入食盐来清洗一遍 时间足够的话可以浸泡五分钟,五分钟之后把盐水倒掉,然后再倒入清水多清洗两遍 洗净之后控干水分装入大碗中,我们来处理一下大虾 首先把虾的胡子剪下来,然后把虾脚也剪下来 因为虾脚不容易清洗干净,所以我们把虾脚剪去,这样吃的时候更加干净卫生 然后再把虾头的顶部虾腔剪去,虾腔剪完之后会看到一个黑色凸起的沙包 这就是虾胃和虾肠连接的地方,这个地方有重金属残留,所以也要把它剪去不要 看一下,看起来非常的脏 接下来用牙签,再虾的第二个关节把虾线取出来 全部处理好以后再倒入清水 最好是用流动的清水多清洗两遍,彻底的清洗干净 洗净之后控干水分装入大碗中,往里面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用手抓拌均匀,让每一只大虾都裹上一层食用油 这样可以防止在烹饪过程中虾的鲜味流失 锅底铺入姜片,切好的葱段 然后再把处理好的虾转圈摆入锅中 我们摆的时候最好虾头朝外 全部摆好以后放入我刚喝剩下的半瓶啤酒 啤酒有去腥增香的作用 这里切记不要加水,也不要加高度白酒 然后盖上盖子,中小火焗5分钟 趁这个时间我们准备一个料汁 碗中放入小米辣,葱发,蒜末,黑芝麻,盐,热油炸香 一勺白糖,两勺生抽,最后加入一勺蚝油 搅拌均匀,一碗非常好吃的料汁就做好了 这时我们的虾已经煮好了 这里切记不要煮的太久,不然口感就不鲜嫩了 时间到之后用筷子把它取出来 然后装盘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煮出来的虾真的是太香了 做法也是非常简单 以后煮虾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水煮了 像我这样做既简单又美味 这样做出来的虾肉鲜嫩爽滑,不腥不柴 再蘸上一点料汁,越嚼越香,越吃越好吃 大虾营养丰富,含有丰富的钙 家里有老人和孩子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 如果你也喜欢,赶快点赞收藏起来 去试试吧 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就点我头像旁边的加号 关注我吧 得音